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却轻易把她追到手了 好像你也没有那么优秀 你的表现也没有达到她的要求 也能很容易就追到 这其实就是因为她很好追 所以想要追求一个女人方法很重要 一个好的方法能够让你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但是首先最重要的应当是看她好不好追 以此来确定怎样去追 想知道一个女人好不好追其实很简单 只需要看以下这两点就知道了 一 家境 虽然现在的时代已经很开放了 每个人都能够勇敢追求自己的真爱 但是门当户对的思想还是存在的 所以很多时候 一个人的家境也成就了她感情的背景 要知道一个家境非常优越的受过高等教育 一直出入于上层社会的女人 必定见过各种优秀的人 所以想要追求这样的女人是比较困难的 如果你的家境和她差距悬殊 即使你也受到了高等教育 但是你从小生长的环境和她是不一样的 自然你们在物质方面的观点不能一致 其次如果你们家境相差不大 但是你没有什么能力或者才华 自然也无法吸引她的目光 本身她对物质的需求没有那么高 而且很有可能她的追求就很高 一直处于物质资源丰富的她 在人生道理上可能会有更深远的见解 想要追求不一样的人生 不想让自己困于目前的处境 可能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 才能够让她眼前一亮 一个家境普通的女神相对来说 就会更容易追到手 不会有过高的要求 而且对于她的喜好 也比较容易去猜测 只要你情意够真挚 就很容易打动她 但是如果一个家境不是很好的女神 苦过的人生总是比别人多了很多坎坷 这样的女神少了很多安全感 虽然她们追求物质丰富的生活 但同时她们想要靠自己的努力 不想要依靠别人 更不能容认别人的同情 想要追求这样的女神 你需要加倍努力 用自己的诚意让她放下戒备 要知道她会为了保护自己 建起层层堡垒 让自己免受伤害 所以你不能过于直接 只有等她放下这些防备 你才能展开追求 其次在这个过程中 你得充分尊重她 不要在言语上 或者在相处过程中 伤害她的自尊 否则即使她再爱你 也会重新防备起来 和你保持距离 其实各种家境都有不同的方法 但是最重要的是你的诚意 你的情谊 有的时候即使你的方法不对 你的情谊也能够打动人心 一个人的观念和态度 可能会发生改变 但是一个人的性格 会长期处于一种 比较稳定的状态 而她的性格往往能够说明 很多问题 如果你想要知道 一个女人好不好追 那你就看她的性格 一个大大咧咧的性格 自然对感情的态度比较纯粹 不会有太多拐弯抹角的想法 如果她一开始对你就有想法 想要追她 只需要一个 有仪式感的告白就好了 这样的女神性格开朗 待人亲和 自然对待感情 也有很大的包容性 要求不会很严苛 如果一个女人的性格冷漠 不与人亲近 那么想要追求她 就相对比较困难了 首先你很难知道她的心意 无法去揣摩她的情绪 很多时候这样就导致你 无从下手 而当你的行为引起她的反感 那再开始就意味着失败了 而且这样的女神 有着自己坚定的追求 不容易相信别人 如果你的心意不够打动她 那她对你的态度 不会因为你的努力而有所改变 她不会因为你 给她情感上的满足 就试着和你交往 她不止坚定 也有着自己非常严格的标准 很多时候 如果你和她的标准格格不入 那你即使再努力 也很难打动她 因为一开始 你在她心里就已经不可能了 所以 面对女神也有不同的追求方式 只有先了解她 才能知道她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你才能走进她的心里 让她看到你的爱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这个视频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您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